絕對禁止居家檢機或居家隔離對象的身份的人 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有關在報載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跟中央這邊有積極的聯繫 這樣子的一個漏洞 基本上認為在機場這一部分 當事人不付相關的規定 堅持搭上防疫巴士 可能因為駕差的關係 再者高市政府在接獲這樣子的一個行事之後 我們也發覺的確在相關的一些認知 或者是屬實上面 現實上面會有這樣的一個漏洞 因此在昨天的解決意見會議 我們也確定了 我們交通局這邊會擴大 我們防疫小房的這個編制 所以在整個行動的接觸 接觸或是掌握上面 我們這一部分就希望跟中央建立 比較直接或者是即時的訊息 包含這樣的人 什麼時候上巴士 一定什麼時候到 在接送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如他的一個填報的資料 我們都必須要確實的去瞭解到 每個環節是不是無縫結鬼